天气温度越来越低了 这个番茄的灰灭病啊 如果防止不利的话 有可能下一步就要去发生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 番茄灰灭病的发生 那么防止番茄灰灭病 应该如何去防止呢 首先一点啊 好比说这个番茄花 看到以后我一定要把它摘掉 它自动掉不下来 以人为的一定要摘掉它 灰灭病呢 最早的时候感染 先从花这块开始感染的 先从这儿感染的 如果你花自动脱落不了的话 还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拉链果 就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木质化的 一个恨疾 就像拉链一样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就是通风拍尸 番茄灰灭病啊 是一个低温高尸的病害 所以说你防止了 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是青通风 降低湿度 再一个呢升温 特别是在秋冬季节 连续阴雨天出现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建议啊我们夜晚的时候 可以采用一些增温块 既能提升棚的温度 同时呢 它又可以去降低这个大棚内的湿度 一举两得 这两天因雨天 你看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去燃烧这个增温块 这是晚上燃烧增温块以后 啊留下了一些残温 剩下的方法呢就是化学防治了啊 一般建议可以用 经线菌安 啊 福特经线菌安 啊 像这几这两个药剂呢 它对这个 药剂病呢是比较敏感的 你可以去就是交替使用 避免产生抗性 说实话 药剂病的抗性也很厉害的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大蒜出苗以后的高产管理啊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及时的放苗 就是说有些大蒜呢 出苗以后呢 它顶不出 就是通膜啊 顶不破 顶不破呢 就需要我们人为的 去给它 把这个苗给它放开 如果你不及时放开的话 一个是会影响你这个 大蒜椰片 它的正常的光合作用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棚膜啊 到中午的时候会形成高温 形成高温以后 然后烫伤这个大蒜的椰片 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去 放苗 然后并且放苗呢 你不是放一次可以的 需要多次啊 多次放苗 因为有些人还没有出来呢 所以你要多次三四天 间隔三四天 放一次 放个两三四 基本上你该出来的苗都已经全部出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冬前的水肥的管理 这个呢 如果你覆盖地门的话 伤情会比较好 所以说呢 出苗以后呢 建议不要去浇水 除非那特别那种沙壤地的话 如果确实干旱了 你要浇一丝水 浇一丝小水 就可以了 一定是清水 不需要浇肥料 因为前期啊 这个蒜苗啊 这个大蒜呢 它这个营养来自于蒜母 从根系 从土壤当中吸收的养分 还不会太多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这个底肥呢 一般种大蒜 使得量都比较猪了 比较猪的情况下 那么更不需要你去 在苗栖再去追肥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在风冻的时候 浇一次风冻水 来提升保护这个地温 这就可以了 冬前是不需要你去浇水的 进入冬季以后呢 这个蒜苗就开始停止生产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以保苗为主了 种大蒜投资大 一个是蒜种费用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人工这个 一个是种蒜 一个是蒜糖 一个是出蒜的 人工费用 平常管理这会儿 还是比较简单的 现在已经开始栽苗了 啊 you're the reason why hiding by the baby losing my mind don't try to save me i feel alive my world is faster and faster the tears in the laughter i'm here for the ride 有一天 基本上这个里面都收拾力量了 收拾力量以后 然后就可以去那边两个大棚里面 就是我们最终要种植的棚里面 开始做这个立体的无数栽培的设施了 架子啊 种植草啊 然后水飞一体化的一些系统 这是我们御蚕苗 这些拉拐子 这个是那个千玺果 就是我们常说的圣女果 红色的啊 这是红色的 这边看看没 这个黄瓜 这个黄瓜呢 是个名字叫白玉黄瓜 那个黄瓜呢 长出来以后就是一种白色的 这是黄瓜这块 这边是辣椒 这边是辣椒 这个辣椒品种呢 是那个黄色和那个红色的辣椒 是那种长的啊 不是那种方的甜椒 是那种长的 细长的 我身后这个已经栽上去的番茄苗啊 这个品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经常吃我们那个番茄 蜂小式酸甜果 那种大的啊 单果种100克 然后酸酸甜甜的那种老番茄品种 看一下 这是我们用鸡翅加牛粪 种的番茄和黄瓜 刚栽上啊 栽上去 有十个小时了 在种植这块啊 实际上 我们只要有阳光 有水 任何地方 都可以去进行种植种菜 你包括你家庭的阳台 就可以种 有些朋友说我种不好 实际上种不好主要是一个原因呢 一个是阳台这个透光亮怎么样 另外呢 就是你这个土啊 这个是最关键的 很多人说你是不是用的育苗机枝 看着像育苗机枝呢 实际上我们这里面 育苗机枝是二十方 牛粪是二十方 这样的一个配比 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土 所以只有这样 种出来的东西以后 才会见状 包括挂果量啊 生长啊 是否出现旺长啊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才能够去解决啊 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个番茄也好啊 黄瓜也好 它在生长当中 这个需求的养分能不能够足 是这样的 我们在管理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就是 你栽苗以后 五天你浇水的时候 只浇清水 因为这个时候是在生根期 等五天以后啊 缓苗结束以后啊 根系呢 已经炸牢了啊 能起到它的一个 吸水蒸腾作用了 这个时候呢 你每次浇水的时候啊 就要配上一些营养液 这个营养液这个浓度呢 啊 千分之一啊 千分之一 就每次浇水的时候 你都要用 啊 在你种植 基本上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这时候你这个 呃 袋子当中的营养土啊 它这个 啊 酸填值呢 会稍微偏高一点 一般会在七点五左右 如果要是不严格的话 无所谓啊 要是严格的话 我们一般情况下 会适当的调一下 调一下酸啊 稍微就加一些啊 醋之类的东西 啊 把这个营养值呢 调到六点五啊 啊 这样的一个 酸填值啊 啊 啊 就可以了啊 另外呢 就是一溪值 就是盐分呢 因为你要使用这个充饰肥嘛 使用充饰肥嘛 使用充饰肥的时候啊 它这个盐肯定会 积累会高 所以说呢 一般我们就在啊 两个月左右的时候 会清洗一下啊 水稍微大一点 啊 通这种方法去种植 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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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